来看一下 第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来算自串的长度部分 长度部分的话 我们特别注意 将来你们要使用函数部分的话 记得就是说超乎函数 超乎函数里面的话 我们现在用到的基本上都是 用文字类的函数 所以你们再按一下上方的FX之后的话 可以找到类别 类别部分的话 中间这边有个选取类别 你就选到文字类就可以了 我是建议因为函数的数量非常的多 我是建议最好每一个都能够大概知道一下 即便你不知道怎么用 至少你要大概 因为它下方都有说明 我是建议有空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每一个每一个全部里面 或者分类之后 比如说文字类里面 每一个函数 它到底能做什么 其实它的底下都会有一个简单的叙述 而且上方会有一个它传着参数的数量 数量是一个还是两个 比如说我要算这个身份证字号里面到底有几个字的话 当然不是叫你用眼睛看 其实当然 Esell里面的函数主要就是说 不要你土法炼钢 也就是说你可以很快的把一件事情做 但前提是你要知道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找什么样的函数 OK 如果说Esell里面250函数也都没办法满足你的话 那变成你要自己去把它创出来 那自己把它创出来就是你要自己写一些程式 也就是说有点是客制化的 针对你工作上的特别需求 那你用程式把它写出来 那你这个问题呢 就在这个一秒钟的执行完之后呢 你的问题就整个解决了 但是如果你不会自己去创一个VPA程式的话 那也就是说你一整天的事情 你就要慢慢来 那明天再慢慢来一次 也就是重复的事情 你变成你要每次都再来一次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的工作 每天都重复的部分很多的话 那当然的这个地方就有必要 看看能把它改写成VPA的 理论上的话呢 其实VPA能做到的事 滑鼠键盘能做的事 VPA其实全部都能做到 也就是说你滑鼠键盘这样点点点点点 每个动作其实背后呢 基本上都可以对应到一个程式 OK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怎么做 我们找到LEN 所以你往下找这边一个LEN 那LEN的话呢 它底下会跟你讲说 传回文字字串之 字圆个数 其实意思 白话意思就是 帮你算那个某儲存格 有几个字 所以我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就是把这个参数给它 哪个参数 你帮我算一下 B3那个儲存格 里面总共有几个字 那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地方 字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字串 前后一定是双一号 它帮你从第一个字 算到最后一个字 那就是十个字 那特别注意 不管是中文字 或者是英文字 或者是数字 它一律都算一个字 OK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长度就会是十个 但是如果你把它向下填满的话 向下填满就是拉这个空点 那你会发现呢 其中有两个其实是错误的 有没有 你会发现 为什么要多一个字 因为理论上十个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这两个给错误给抓出来 那其他的话顺便讲一下 有关那个LEN之外 其实你会发现 比较有一个长得很像 比较LENB 有没有 其实你会发现呢 每一个那个文字类的函数 下方好像都有什么 LFB 或者是什么 什么FindB 你会发现呢 明明就是一样的名称 只是说后面多了一个B 那你想说 这个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LENB 有没有 那当然你如果不下一个说明 它其实是传回文字串中的什么 字元个数 其实你会发现一模一样 但是它后面有一个叙述是什么 用于什么 双位元祖字元旗 那其实它写的 现在是太抽象了 或者太专业了 那白话的意思跟各位讲 其实LEN跟LENB 最大的差别 那个B 其实指的是Byte 也就是说 它帮你算什么 算你那个储存格里面 有几个Byte 而不是几个字 那其实什么地方会有差别 最大的差别 是中文字 因为英文跟数字 在目前的版本来看 它都是一个Byte 占的空间一个Byte 但是中文字会占 两个Byte OK 所以如果以这一题 你们可以试试看 LEN跟LENB的差别 如果说我今天一样 给B3都按确定 你向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它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资料里面 都只有英文跟数字 所以我刚刚提到 英文跟数字没有影响 但是中文字就会影响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今天算 这个身份证号码 总共理论上应该是10个字 所以如果假设了 我把这边算一次 如果我用LEN来算的话 这边应该是5个字 可是如果我用LENB来算的话 比如说我向上填满好了 其实可以向下 也可以向上填满 那你会发现 这边得到的就会是10个 因为我这边用LENB 10个by整 但是如果我算次数的话 它会是5个字 所以LEN是算几个次 LENB是算几个by整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会有些些的差别 顺便讲一下 那再来的话 底下有一个性别 性别的话 如果我要抓第二个的 好像上次有提到 那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可以 这个要分两个部分来完整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你要先取得第二个字 取得第二个字之后的话 再用逻辑判断 判断它到底是男还是女 所以我们怎么样取第二个字 这里的话特别注意 如果你假设你是从左边取字的话 那就LF 右边取字的话 那就是RF 那如果中间的话 它不是左边也不是 那刚刚有它第二个字中间吧 所以呢 特别是这边用MID MID的话呢 插入函数 那找到呢 文字类里面有个MID啦 OK 其实你会发现MID底下有个MIDB MID的B 其实也就是说一样的道理 那它底下的话会问你三个问题 你给我字 然后star number是从哪个字开始 然后number charge是要取几个字 所以要提供给它三个问题的答案 也就是你要跟它讲说你要给它这规则啦 那我们第一个按确定 MID 那你会发现test是指什么 指这个图的身份字号 第二个问题是叫什么 star 后面一个MUM是number 其实一个白话意思就是说 从哪一个字开始 从开始的位置在哪里 那么开始是应该是第几个字 从哪个字开始 第二个字 所以输入2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说number number是数量 其实如果将来你在那个参数里面看到MUM 大部分指的是数量 然后chars的话一般是字 意思就是白话意思 其实就是几个字的意思 那你要几个字 因为身份字号 我第二码我只要一个字 所以就输入1就可以了 OK 那特别注意 这个MID的函数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假如你将来 你要取的资料是某一个出生格的某部分资料 不是全部 这种状况其实还蛮多的 有没有 那其实 你就会需要LAMID的 这蛮多 因为将来人家给你的资料里面 可能那个栏位里面 你只要某部分资料 那其实你就有必要用这个方式 还蛮多的 所以MID的函数我是蛮建议各位 一定要非常 非常的熟悉 那另外的话 各位注意一下 在右手边 这边它会显示预览 上面这边就是说 B12的资料是长这样 特别注意一下 这资料里面的话 记得一定要看一下前后双语号 有没有 前后双语号 跟没有前后双语号 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如果前后有双语号 表示它是文字 如果前后没有双语号 那就是一个数字 特别注意 里面文字跟数字是不一样 程式里面也是一样 那你可以发现 我们取的资料是一个文字 然后star number 2 就是一个数字 一个字也是数字 那最后取得的资料 有没有发现 它回来会是1 那请特别注意 1前后有没有双语号 有吗 所以特别注意 回来的意思就是说 我取的就是 1的那个字 而不是1的这个数字 所以两者不同 当然我们在眼睛看的时候 会是一模一样的 在ecell里面 1 就是数字1跟文字1 看到会一样 但是在ecell里面 它会认为是不一样的东西 电脑会认为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 这是常常程式里面会有bug 大部分都是 很多人对于资料形态搞错了 OK 所以写程式我发现 常常同学写错都是 资料形态 搞不清楚 数字跟文字 因为我们看都一样 但是电脑看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也是最容易发生错误的地方 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知道的第一个答案 就是把第二个字给取出来 但是还没完成 完成第一步 所以很多时候 你要完成一件事情的公式 可能必须分成好几个步骤 那这是步骤 step一 第二个步骤的话就是 判断如果是一 那就是男生 反之就是女生了 因为其实不是一就是二 应该现在没有三 虽然现在我们立法通过了 现在性别可以开放 但问题是现在不是一就是二 好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 把一变成男生的话 那特别注意 这里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需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判断的方式 我教各位 如果你要再做第二次公式的话 我蛮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再剪下来 那剪的技巧就是说 你可以选取的时候不包含等号 把等号后面的公式剪下来 OK 然后呢 再放到第二个公式 什么公式呢 逻辑判断 所以第二个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那内别请你选择什么 选择那个逻辑 逻辑里面就一幅 OK 那一幅你会发现 又有三个问题要问你 第一个问题就是 logitism 意思就是逻辑 逻辑给我一下吧 OK 那逻辑就是 如果当 这个时候呢 把刚刚剪下来的东西贴到logitism 逻辑的 这个第一个格子里面 那我们给它一个逻辑 逻辑的话一定会有等于 大于 小于 或者不等于 反正就是让它去判断一下 这个逻辑是不是 match的状况 那我们就可以什么 把这个资料 贴上来之后的话 后面加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 如果呢 这个条件 后面加一个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1的话 OK 等于1那就是男生嘛 对不对 1男生 2的话就是女生 不过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个 很容易出错的地方 等于1对不对 我刚刚讲 等于1 如果你这样写 我先 因为这个是还蛮多同学 不是说只有你们 其实在直想上面 很多人都一样的问题 奇怪为什么我做的公式 看起来没错 那为什么最后结果不对 那为什么最后结果不对 你想说等于1 那就是男 男的话是处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打一个男 然后反之的话就是女 所以我们一样 在处的地方呢 加一个男 反之就是女 这个逻辑看似没有问题 不过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它全部都女了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部分 如果你要回到刚刚的公式 很简单 游标再放在一幅 按一下插入函数 它又跳回来了 你就可以重新再去做编修了 OK 那其实最最最最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 应该看得出来 因为后面的等于1是数字 前面MID回来的话 它会是什么 它是文字 这个地方 主要是什么 这个地方 它是这个1 那我们后面等号 假如等于1的话 那理论上它是吧 两边一定是不MID 不过看起来其实是 看起来好像很一样 但实际上是不一样 所以特别是这边的话 记得只要一个动作 把1的前后加上双引号 这样子你按个确定 放下填满 那你的公式就会是正确的 OK 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其实这个很大很大的关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每次这样前面问我问题 老师为什么我看到东西 不一定是这边 可能像是查资料 老师我明明要查资料都是1 为什么查出来就不是我要的结果 很怪 我做了很多比对 还是不对 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查的资料是数字 那你的资料是文字 那两边一定是不MID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MID 很简单 要不就是你改左边的资料 要不就是你改右边的资料 所以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假如说我们后面的资料 你说因为有的时候是后面的资料已经固定了 它已经好像从另外一个资料带过来 假设一个 这个是不能改的 那怎么办呢 你只能改什么 你不能改右边 那你只能改左边 那左边的话要怎么改 可以可以思考看看 那左边要改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文字1 如何改成数字1 只要再加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那你想说老师 我怎么会知道有这个函数呢 其实很简单 我刚刚有特别跟各位讲 你没事的话你可以插入函数 看一下比如说文字类好了 里面有没有一个函数 底下的说明是跟你讲说 文字资料转换为数字资料 如果有这个函数 那你用那个函数就对了 OK 不过不要卖关子 其实你把它往下拉 当然我是建议 你这样每个每个都看过 不过因为如果全部看完 你会发现刚好在最后一个 哪一个呢 叫做value 下面有没有跟你讲 value这个函数做什么用途 将文字资料 转换为数字资料 所以如果假如刚刚这道题 你不要在后面加双引号的话 另外有个方法 什么方法 你在左边的资料包个value 那问题一样可以解决 OK 那怎么包 其实跟各位讲 反正就value包在外面就可以了 包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我比较习惯是这样 就是一样在插入这个函数之后 然后把左边 左边在这 等号的左边 前后加上value 那奇怪是自己打了 下一个value v 然后前刮符 然后再到后面的话 有个后刮符 这一期的话 在那个函号的左边这边 意思就是说 我把刚刚的这一公式怎么样 把它刮起来 那它就会帮我达到一个效果 就是它本来前后有双引号的1 它就会自动帮你转换 前后没有双引号的1 就是把那个文字转换为数字 那如果它value加上去之后的话 那基本上后面记得一定就是要数字1了 因为value转换过之后 它的资料一律就会变成是数字的状态 OK 应该可以搞懂这个道理 虽然这个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我发现 大部分人家同学问我的问题 都跟这个好像蛮有关系的 所以我发现 好像这个是你们一个还蛮特别注意的 当然我们自己写程式的人 长官写程式的人 其实这个观念是一定有的 但是没有写过程式的人就是没有 那也就是说你们要学习程式 你要提高效率 主要就是说 你要慢慢去知道 电脑到底跟人脑有什么差别 那人的眼睛看到的跟电脑看到的 其实就是不一样 那其实现在AI最热门的 目前很夯的一部分就是CV 什么叫CV 就是C的话是computer V的话是Vusions 意思是说 我们以后不要避免用人工去处理一些画面上的东西的话 比如说保全好了 那其实CV就可以做什么 帮我们自动判断 有没有一些歹徒 其实应该像什么 警察好了 现在警察办案很简单 只要你是通气的话 不要叫他站好 照个像 马上这个画面传到云端上面 比对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被通气了 有没有发现 还有张车好了 其实拍一下照 像你会发现警察那边拍拍拍拍 其实他就把那个画面传回云端 马上比对知道这个是不是张车了 所以你说 现在如果拜科技所赐 其实治安是一定会变好 不然的话 有些歹徒 明明他就是歹徒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 你无同判断嘛 但是现在借由什么 CV 加上云端比对 然后传回来马上可以知道 你会发现大大节省 这个 这个人力 警察也不用那么辛苦嘛 所以其实科技办案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有必要性的 那除此之外 不是只有治安 在各个企业也是一样 如何减少人力 像以前工厂里面 要检查东西是不是坏掉的 也是要人 有没有 一根慢慢看慢慢看 那现在的话也是透过CV 照个像 有没有 然后马上比对 比对出来之后 这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基板有问题 马上可以知道 这个基板 它是错误的 有坏掉的 那就把它先挡下来 不要说你将来 这个东西出货了 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 才发现故障 故障在退货 其实你感受就不好 这个东西又不要买了 对 所以要怎么样让消费者 每次拿到东西 就不会是故障 而且这个东西 尽量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当然你会对 这家公司的产品 是有信心的 对 那要怎么做到这一点 其实都是要透过这些 所以特别特别注意 我刚刚主要是再加上什么 加上这个地方 形态的改变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个部分 那其他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 切到那个综合练习 请各位试试看 那个0911 084 007 手机号码 如果要串成一个连续 就是三个 后面FGH 串接完之后 放在1的话 那这个地方 用什么方法 最简单 当然我这边有提示 用REM的 REPT加L1 不过其实 不一定只能用这样的方法 因为其实 这种组合 因为ESHELL里面的函数 太多太多了 最重要是你要知道 哪一个可以做到 你要的效果 所以它的组合 答案可能有10种以上 那只是说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 找到哪一个解法 是最精简的 最快速的 最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好方法 那当然呢 我们直觉想到 就是用REPT 去重复0的数量 LEN去算 图层格里面 到底有几个字 也就是说 里面一定要有三个字 如果不足三个字的话 那就要补几个0 所以LEN就是算数量 REPT就是重复几个0 然后END的话 就是把这三个 串在一起 所以如果假设 我希望能够把 后面三个栏位的资料 串接成一个栏位的资料的话 而且 当然前提是最好效率 所以其实 我们这个课程 其实主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 如何在短时间内 快速的处理完 所有的资料 因为现在资料 都是大数据 我跟各位讲 这个资料量 绝对不可能 只有各位数字比的 你看到未来 你在职场上面 你看到绝对是万 几万 甚至几百万 甚至几亿笔的资料 都是有可能的 那你还会想用土法练钢 用人工吗 绝对不可能 但是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些事情 快速解决 那当然就是我们 这个课程的重点 所以请各位 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LEN 这部分先完整 如果细节不太知道 我有把它放在 云端白板上面 就是GG.GG 刚刚那个斜线 Excel to EBA 你可以从云端白板里面 讲义 一个单元 也是放在第一个单元 里面的文字与资料函数 特别加一个程式 相关的程式 相关的公式 都会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刚刚的公式在这边 有没有 B幅 MID 有没有 B12.2 然后我有转成Value 就是用加一个Value 所以这个 请各位 先试试看 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怎么样去 产生一串公式 让这个门号 可以串在一起 其实答案在这里 当然你可以先 不要看答案 答案 现在没有很长 要怎么做 比较快速 那未来当然 我们的终极目标 是希望说 连公式都不用下 也就是你做过一次之后 你下次不用再做了 做一次之后 下一次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每天 都要做一样重复 那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而且如果那公式很冗长 你还要再想一遍 其实也是 没有效率的事情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会教各位 做好一次的东西 可以把它变成按钮 这个按钮按下去 它会重新帮你再做过一遍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聚起 OK 试试看